他在機場環境受感染,尤其在貴賓室受感染的機會 這個應該是挺高的 尤其是因為我們開始機場轉機的安排恢復了一段時間 很多轉機的旅客有機會用這些貴賓室 跟本地出發的人混在一起 他會不會在那裡受感染呢 他似乎是在他發病的前後逗留了社區的一段時間 我們都要小心這個會不會引致社區的爆發 其實這件事其實就是我們反映到整個我們的外防輸入 機場仍然是一個缺口 他沒有打疫苗 即是說他其實不需要這個職位打疫苗 他可能裡面也是沒有檢測的 那你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明顯的漏洞來的 我想去航空公司和去基礎局都要真的去看看 因為他在本地居住 他第一感染了呢 而這個Delta變成病毒發病可以很快的 你差不多第二天呢 可以把病毒已經帶到社區了 那變成了如果這些機場工作人員呢 如果他有一些的機會是接觸到一些外來的旅客呢 其實全部應該都有一個疫苗接種安排呢 和接種的疫苗呢 不是說不需要檢測 其實還要檢測 起碼都要一個星期兩節或者三日一件的 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